帥吧 帥吧 在驾訓班開敞篷 開到這輛車真的帥氣爆表 驾訓班特製的敞篷車 又夠拉風 沒有車頂 沒有窗戶 更沒有擋風玻璃 這輛累敞篷車 擋不住風 仪表板遮光電被吹到狂飛 這輛敞篷車在網路曝光 網友狂笑 開這輛車要戴安全帽嗎 下雨天是不是還要穿雨衣 直接升等敞篷車 視線臨死角 更有一名自稱教練的網友 說四個車門全部打不開 還要爬引擎蓋才能開車 蠻酷的 會想要開嗎 不太會 因為我覺得沒有安全感 下雨的時候就領導了 教練跳出來解釋 這輛車沒有故障 四個門都能開 是專門為了恐懼 開車的學員克制的 切開車頂讓視線大一點 學員練開車就不會那麼怕 所有運動學員 他們有視覺上的障礙 我們就會用這種敞篷車 來就給他們做一個練習 想開敞篷車下爬過過椅 教練表示當然都可以體驗看看 強調車子一切功能沒問題 雖然被網友歪樓 但意外成了爆紅話題 叫王毅黃旭雲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